在我们认识完RGB颜色模式之后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 在PS的实色器中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 辛辛苦苦的去调了一个颜色 对不对 你看你在那么多颜色中 选择了一款比较好的颜色 那么你选择好之后 如果说你把PS关闭掉 再次打开 那么这个颜色就没有了 它就丢失了 所以说的话 我们在实色器窗口中 有一个非常实用的功能 就是叫添加到色版 添加到色版 添加到色版的意思就是说 当你点击之后 它会把我们的颜色 保存在PS里面 也就是说当你下一次 再次打开PS时候 这个颜色 还是会保存在你的PS里面的 一直都会在 那么大家在去用的时候 你们第一次打开时 会有一个叫添加到我的当前库 把这个选项呢 给它关闭掉 关闭掉之后呢 这个名字啊 你可以起 或者说不起都可以 然后点击确定 要确定之后 那么这个颜色呢 就保存在了我们软件中 那我们怎么去用呢 好 那我看一下啊 我这里先选中这个形状图层 选中形状图层之后 接下来你要打开我们的色版 在窗口中找到色版 找到之后呢 就会发现在最后一个颜色 就这个地方啊 最后一个颜色 这个就是我们 刚刚自己保存的这个颜色 那你以后用的时候 只需要啊 比如说你用鼠标放上去 它变成吸管 然后双击可以改名字 那形状工具改颜色 是不是要双击形状图层的 这个缩略图 对吧 双击之后呢 你把鼠标放在这边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颜色呢 给它吸取过来 包括你也可以吸一些 上面的这个颜色 那么上面这些颜色的话呢 是PS啊 它给我们调好的一些颜色 就自带的啊 自带的一些这种配色方案 除了这些方案之外呢 你可以通过 这个面板的右上角 这个位置 它里面还有很多很多 这种不同的这个方案啊 比如说照片滤镜颜色 点击之后 点击追加 它就会把一些新的颜色呢 给我们放进去 里面还有很多啊 非常多 比如绘画色版追加 像这些啊 那么像这些颜色的话呢 我们在用的时候 都可以给自己提供一个参考 对吧 你可以直接点击啊 去吸取就可以了啊 好 那么如果说你要删除 只需要在它上面进行右键 右键啊 点击删除色版 然后点击确定 这样就删除掉了一个这个色版 那么添加颜色的方法 还有第二种类型 你看我这边先选一个这个颜色 先保证你的前景色啊 已经设置好了 设置好之后 只要在画面这个位置啊 空白的地方 点击 它就可以提示啊 把这个颜色添加进去 那么此时呢 我们再点击确定 这样的话 这个颜色呢 就加入的进去 好 那么以上就是关于我们对色版的一个认识啊 它就可以非常高效的去解决我们颜色的一个 这个纯属的这么一个问题 好 我们看一下这部分的总结 这里的话呢 是设计到了一个色版 它呢 就可以将调好的颜色呢 保存到色版中 方便我们下次呢 去进行这个使用的这么一个操作